因應颱風 目前台北市疫苗各施打站 是否停止或是照常施打 中央表示 已经预约的民众会保留到下周 市府如何因应 这里面有两个部分 首先是我们市府本身 在规划的这个专案接种 在花博征验馆举行 非常感谢大家 到今天 终于这个部分是告一段落 包括北捷 公车跟小学老师们 那都已经接种告一段落 所以接下来花博征验馆 会因为台风的因应 所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那就暂时不接种 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中央的 一个预约系统 那么今天是第二波的结束 明天7月23号开始 就是第三波的开始 那我们所有台北市 包括医院 诊所 还有我们的门诊部 200多个接种点 我们都是按照中央的预约 那么都有分配 这个来为民服务 那从明天开始的接种 到29号 如果说有因为台风的影响 而停班 而停止接种的话 就按照中央的规定 在下一个阶段 那中央会通知 受影响的民众 在上网去议约 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